其实我们这一代人 为什么这么重厉害 重享受 我们上一代人 讲到一讲太少 这不能怪他们 比方说 我们的晚辈要去工作 不管他到哪的行业去 请问我们当父母 长辈的人 他要去工作了 最关心哪件事情 一个月薪水多少 你读古书里面 有没有看过哪一段 父母跟长辈知道 他要去当官了 还是要去盖石魔事业 然后说你一个月 可以赚多少钱 五千年来没有这么问过 没见过这样的情况 可是我告诉大家 五千年的今天 几乎一半的人都会问这个 所以我们在那里 怪下一代的人重力轻易 源头在我们这里 怪不得他们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方点赞 欢迎订阅 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募金